大家好 我是李梓敬 今天是2020年6月2日 美國反警暴示威已踏入第七天 蔓延到75個城市 有4,400人被捕 亦有示威者中槍死亡 美國手足的手法竟然與香港的黑暴同出一次 原來竟然是因為有香港的黑暴 過去美國幫忙指揮 究竟整件事的內情是怎樣 特朗普又如何落荒而逃 在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在右下角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 讚好和把這段影片廣傳出去 讓更多的市民了解一下主流媒體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美國的反警暴示威已踏入第七天 反警暴示威已蔓延到美國75個城市 基本上每個州都有份 而有50個城市更加要因此進行宵禁 不讓他晚上11時至凌晨6時出門 你可能會問這個暴亂的起因是甚麼 原來是這樣的 因為在美國其中一名尼蘇達州的一個城市 Minnanapolis 一個白人警察近日拘捕一名黑人男子時 然後用膝蓋壓著他的頸 這位黑人46歲 叫George Floyd 然後他用膝蓋壓著這位黑人男子時 令他窒息死亡 因為他的死亡引發了美國的大規模示威 主要以反對警暴和反對種族歧視作為主旨 其實美國的警暴和美國的種族歧視 都不是第一次 之前亦引發過很多不同的社會運動 包括在2014年時 有名黑人男子Eric Garner 當時他受到白人警察拘捕時 他因為拘捕他的頸 那次不是用膝蓋 那次是拘捕他的頸 令他窒息死亡 所以這件事絕非是第一次 在美國無論是警暴或種族歧視的問題 一直以來都存在非常嚴重 今次事件到現在已有4400人被捕 抵特律更加有名示威者中槍死亡 相比起香港到現在除了他們製作白山音 其實沒有人死亡 因為我們那場暴動而死亡 反而美國短短幾天已有人中槍死亡 其實是非常可悲 但值得留意的是 為何今次美國的手足和香港黑暴的手法 類似差不多是同出一切 他們用一些戰術在香港 在之前的反修例暴動 其實也見過很多次 包括第一是 他們現在的示威者和過往不同 他們都會戴一些所謂的珠嘴 即是防毒面具來防備 第二警察對他們施放胡椒噴霧或催淚彈 令他們不用避免 第二他們亦和香港的黑暴一樣 都是嘗試用Telegram來動員 他們設立了很多不同的Telegram群組 然後用不同的文宣不同的動員 亦在網上發動一些文宣的工作 其實真的很像香港 而且在戰術運用 即是在警方的對視 或打擊警方 包圍警方 破壞那方面 其實亦很像 包括他們可能會用倒路 例如下釘 倒路 亦嘗試阻塞一些主要的交通幹道 以及破壞一些鐵路 令人不能上班 不能上學 像香港他們嘗試發貢 不讓你上班的大三霸 所以兩者的手法非常像 甚至私刑對待 即是香港那群黑暴經常說那種所謂私鳥 其實他們都學得足 近日美國有一個駕駛的司機 亦不滿那群美國手足在搞事的時候 嘗試衝過去 所以大家想看看發生甚麼事 不如現在去片 謝忠俊 凍 立正 我覺得 感谢观看 大家都看到的情况在香港也出现过很多次 可能有些市民不满示威者倒路 去到冲过去的时候 可能没有冲过去 然后被人包围了车车拿出来打 然后私刑对待 据了解那名司机也是重伤入院 为什么香港的黑暴和美国的示威竟然相似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之前在推特说美国的社交媒体网站 他怀疑有香港的黑暴已经滲入了美国进行指挥 原本胡锡进的说法没有证据 只是猜测 但最近竟然被其他媒体揭发了真有其事 原来台湾电视台TVBS有记者在华盛顿 即是美国首都的示威现场 发现了一位示威者竟然的头盔 即是猪嘴是香港的杨子晶驱徽 所以立即去访问他 而访问了这位示威者之后 原来在他访问中 这位示威者直认他有参与香港的反修例暴动 亦在反修例暴动期间研究了很多不同的战术 他也认为美国现在的示威可以借镜 所以回到美国时 教导美国那群人究竟如何做抗争手段 他说把香港的街头抗争带回到美国 我觉得这真的非常好笑 因为反修例暴动期间 大家也看到在香港的街头 不时出席一些外籍人士疑似CIA 对香港那群黑暴不断指挥和教老 令到我们上次的一哥盧偉聪真的做得一样 没有现在吸取了经验的新一哥邓炳强 所以起初我们的警队真的吃了很多斧头 现在我们香港那群黑暴部都学了CIA的战略之后 拿回这些战略竟然反攻你美国 所以我觉得这真是天理循环 而美国亦被这一场的暴动或示威弄得非常狼狈 他有一个近200年历史的 这一座圣约汉公会教堂也被那群示威者中火 那群示威者四周焚烤国旗 焚烤杂物 四周都在大肆破坏 如果用香港黑暴的言语 就会不断到处进行装修 而且是瘫痪主要的干道 而且他们亦包围特朗普住的白宫 包圍白宮有一個小插曲 紐約時報 報道啟發了上星期五時 包圍白宮期間特勤人員 要把特朗普帶進白宮的地牢避難 據了解 第一夫人梅拉尼亞和他的兒子巴倫 都是一起進去 所以特朗普成為了這個地牢 設了73年以來第一位因為示威而逃入地牢 落方而逃的一位總統 平時特朗普經常嘴巴 扯人家是扯人 讓示威者要落方而逃 逃入地牢多無謂 這真是像風水輪流轉 其實美國一直以來不斷干預香港 透過例如黎智英 Mark Simon 資助香港泛民主派的人士 東方志氣者也揭發了他 至少已資助了4000萬 香港黑暴時有很多外籍人士 疑似CIA的人士教路 經常說香港中國沒有民主沒有自由 我發現到最後美國才是最不民主 最不自由和最歧視別人的地方 國內歧視黑人和少數族裔的問題 是非常嚴重 又不去理 其實梓敬在美國讀大學時 也是因為看到少數族裔的人士的情況 是非常嚴重 亦有很多華人 中國人 亞洲人被歧視 所以亦是因為之前在美國讀書的經驗 令我更加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自豪感 我們中國人一定要強 一定要聚在一起 才可以不讓那群外國人歧視 這次美國這麼嚴重 中國也懂得玩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昨天在說 呼籲美國要履行國際公約 這個國際公約是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 美國要履行他的義務 所以我覺得中國外交部發出這個聲明是非常合同 由頭到尾 美國的政客都是非常雙重標準 香港那群黑暴港獨在主流媒體上美化做英雄 又說他們為民主 又說他們有甚麼鬥事 但到國內這群示威者只不過提出一個很好的訴求 要求你消除種族歧視 其實沒甚麼問題 你應該要做的 但他們的政客分出來批評這群人是暴徒 還要用很大的警力 甚至乎用很大的警暴 即是影響示威者 開槍殺死示威者 所以大家也看到美國是說一套做一套 之前美國反對中國為香港成立港版國安法 又說要制裁香港又說要等 其實這次美國的示威真的令大家很好反思 你想想 國安法保障其中一件事就是 外國干預我們香港內部的事務 你美國能否接受到我們真的干預你們的內部事務 假設現在在美國這群示威者 中國看到他們弄得這麼亂 越亂越好 用資金去資助你們那群示威者 我想問問美國你能否接受得到 如果你不能接受得到的話 為何要阻止我們成立國安法 不讓我們的示威者 暴亂者 暴徒受到外國的資助 我們香港的政客不要受到外國的資助 為何你就可以 我們就不行 這很明顯是說一套做一套 所以我希望香港市民真的要看清楚現實 看看大家的眼睛 看清楚究竟誰才對我們好 誰是純粹為了他們自己地方的利益 之前美國的House Speaker Nancy Pelosi說過 香港的示威是一道美麗的風景線 現在不用看來香港 看出你自己的窗 你也能看到同一條美麗的風景線 今天就和大家說了這麼多 希望在完結前 在右下角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 讚好和把這段影片廣傳開去 等更多的市民了解一下 主流媒體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下次見 拜拜 與其他部的部分 sut by都認識他 imagined 在我身邊做什麼 多借人 主流媒體不立即 其實一直就在討論 其他場限界 規格 戰略也 出口 政府 使用 戰略 有 武 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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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